去关注的一些点 还需要再深入地 做一些跟踪性的实验 但是在检测上 我们现在明显知道 那可能在夜间 或者说比如说零晨四点 或者以后这个实验 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加的密集 每个小时取一次样 然后我们会知道 什么时候抽血 可能对这样的一些患者会更好 那如果知道了 这样的一个数据的话呢 特别对于一些 已经住院的 这样的中晚期的总流病人 因为他本身是有这个流制针的嘛 我其实是可以在不影响 病人睡觉的条件下 去帮助他抽血 这也是可以从技术上做得到的 那可能这就是一个好的提示 好的 感谢老师的分享 今天节目就这样了 下期同样时间 再会 大家好 我是尹业 一粥一饭 当思来之不易 半思半缕 同念物理维艰 我们今天讨论的五欲并剧 德智提美牢 我们可能最弱的是什么 牢狱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其实我们能做的劳动 是被困在了城市里 我们见到城市的是钢筋水泥的森林 孩子们到了田野里面 应该说好像啥都不认识 特别是植物 在华大也曾经闹过这个笑话 我们曾经关于水稻基因组的几个作者 到了田野里面 看到了稻子和麦子 分不出来 也只是认识数据 却不认识实实在在的尸体 那么如何才能够引发 孩子们对自然 对园艺 对农业的兴趣 今天尹哥就给大家推荐这样一套书 叫做 田野里的自然历史课 还是袁隆平爷爷来提字的 那这套书呢 一共有五本 是给了五个不同相关内容 一个是说 在田野里面你怎么去做收获 他讲的是作物 既包括了我们的主粮 也有蔬菜瓜果 一个呢是讲到了我们身上穿的衣服 特别是他讲到了这种丝绸 还有一个呢是讲到了水利 怎么去灌溉 大家都知道就像都江宴 然后有一本呢讲的是农机农具 我们农机农具是这样发展过来的 尹哥经常说 这个农业啊可不简简单单的 都是要去面朝黄土 背朝天去干活的 现代化的农业就离不开我们的工业 工业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农机农具 当然也包括化肥呀农药等等 那还有一个呢 是专门讲到了 咱们中国人特别在意的节气 我们每一年365天24个节气 不同的节气该干什么呢 这个节气是怎么游来的呢 实际上它都是跟 应该说我们在黄河中下有平原的 它的农耕文化是密切在一起的 这几年应该说中国的 这样儿童的科普绘本啊 它的水平之所以提升了 我觉得一方面是大家越来越重视的 第二个呢是我们的插画师的水平上来 它这个里面呢可以看到 它画的好多的东西应该说 你比如说它画的这些作物 其实都已经能够达到 我们说一般科学化的水素了 那也就是说呢 当孩子们看到这样的一些 绘图绘本的时候 就会给它一个直观的印象 我其实更推荐呢 如果有机会看完了这样的一些书 讲完了这样的故事 就应该能够找到 对应的一些实践的基地 带着孩子们真的走到自然里去 在真实的自然 真实的田野里面去感受到万物生机 我想这是最好的牢狱 希望我们的孩子们都能够去爱上我们的农业 因为一个国家 如果农业或者说我们的饭碗 不能牢牢端在自己的手里 对中国这么多人口的一个国家 那肯定是不行的 如果中国要想农业强 孩子们要对农业会有更多的兴趣 就需要家长们能够花一点心思 带他们去看一看这些有趣的农业故事 就在2022年的12月26号 韩国卫生部门报告了一例 食脑虫感染病理 它可以通过鼻腔进入人体 通过去走神经 是沿着人类的嗅觉神经 一路就直接走到大脑了 然后开始去溶解脑组织自己吃 尹哥建议大家的还是要注意防护 包括在户外穿越 千万千万对食药小心 每个人还是应该为自己的健康负责 大家好 我是尹叶 有一个电影叫寄生兽 喜欢这个生物恐怖类的电影 可能好多朋友看过 它里面有一种专门寄生在人脑内的微小生物 会指使人类互相残杀 看完了以后心里面还是有点阴影 韩国还有一个电影叫铁线虫 其实也是这么一个剧情 大概就是在水里面感染而引发的 逐渐铁线虫感染了以后要长大了 就会引用你喝水 那么再让你去找水 它们进一步的再扩散繁殖 这个微小但是强大的生物 虽然只是存在电影里是假想出来的 但是在现实世界里 也有不少特别专爱人脑的微生物 其实就跟大家聊一聊 自然界当中的一个杀手 号称食脑虫的叫福士奈格力变形虫 就在2002年的12月26号 韩国卫生部门报告了一例食脑虫感染病例 一个50多岁的男子在泰国玩了4个月突然出现了头疼 发烧语言能力丧失呕吐等症状 虽然已经及时送往医院 10天以后仍不幸去世 经过对患者的样本检测 韩国卫生部门发现 引发疾病的罪魁祸首 就是这个叫食脑虫 这是一种阿米巴原虫 体型不大 一般只有10到30个微米 其实就比一般的细菌大一点 但是五脏俱全 至少它已经有了口 有了烟 有了肛门了 它的繁殖方式也比较特殊 有的时候烈殖就是一分二 有的时候又可以进行有性的生殖 像动物一样交配 由于生殖方式的不同 食脑虫看起来有的时候是个球 可以伸出触手 快速的游动 形态不断的变化 所以这样子我们就称之 这一类的叫变形虫 目前的研究说 这个虫子人传人可能性并不大 它主要是通过水体进行传播 这些患者 也主要是在江河湖泊中游泳的这些野泳者 一旦这些虫子缺乏了水和食物的时候 食脑虫就会用双层的一个囊包裹着自己 通过空气当中它还是能扩散 当然空气当中的扩散途径比较罕见 食脑虫的这个感染并不是韩国是个孤立 跟我们也不远 2016年杭州某医院也收治了一个发高烧的男子 说话已经有伦次 呼吸困难 当时也采用了包括抗热素 包括多种抗感染药物的联合治疗 但是病情并没有好转 入院两周以后死亡 专家推断 这个男子的感染 也可能是因为病发前一周 参加了一个泼水节 被湖水泼洒而导致的感染 有研究统计了 1937年到2018年 全球累计报告了381例相关的病例 死亡率接近98% 受限于临床的认知 检测方法学的限制 包括你不能都统计 肯定这381例不会是全部 食脑虫微观上看 长得比较奇葩 甚至是惊悚 形式风格也诡异 它可以通过鼻腔进入人体 同时它走神经 是沿着人类的嗅觉神经 一路就直接走到大脑了 然后开始去溶解脑组织 自己吃 当然脑部缺损 并不是死亡的直接原因 美国CDC的流行病学家科普认为 核心的问题是 食脑变形虫 会引发大脑肿胀 大部分患者是因为脑干 逐渐的肿胀 被挤压到颅底而导致死亡 感染了食脑虫以后 也会引发一种叫阿米巴脑炎 这是一种非常急性和快速的 我们叫中生神经系统的寒间疾病 临床表现和结合性脑炎 化脑性脑炎 比较相似 没什么特异性 所以诊断难也容易耽误质量时机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那高通量测序 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 比较有效的检测手段 还是基于二代测序技术等 这样的叫红筋组学的 一个检测的方法 在前面讲到的几个案例当中 最终确认了 就是这个食脑变形虫 就是用这个方法来做的 也就是说 我不管你是被细菌病毒 真菌进入虫感染 只要你有DNA有基因 我就能查得到 那当然这个技术 也是在2019年年底 华大帮助发现 新冠病毒的主要的方法 当然这个技术 现在还没有在 比如说很多地方普及 中国已经是 全世界走得最快的了 尹哥还是希望 这样的一个高尖尖的技术 能够普惠 能够走到千两万户上去 春期将至 已经被困了三年的小伙伴 我相信很多人也会出国 踏青 戏水 尹哥建议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护 包括在户外穿越 千万千万对水要小心 尹哥讲过在穿越 比如说像东南亚的一些国家 要小心想霍乱 立即 也包括在这些野狐里面游泳的时候 要特别小心这些相关的水质 防止被包括食脑从在内的 一系列的微生物的感染 我想新冠终将会淡出人类的视野 但是我们和微生物的相爱相杀 还远未结束 生命不过是一张单程票 所以沿途的风景 我们希望能看得越多越好 每个人还是应该为自己的健康负责 大家好 我是尹燕 我跟你说一个谜语 如果有这么一个东西 浑身都是肌肉 从来也不鲜 还能分泌腐蚀性的酸液 这是什么 你以为我在说漫威漫画当中的那个毒液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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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实在打一个器官 您知道了吗 就是咱们体内器官的劳膜 胃 胃应该说是咱们脏腹当中 最抗的一个器官 劳膜有很多 你比如说心的肝 他们也都是不可能休息 休息你就不在了 但是胃 它干的活 跟那几个相比 还是劳动力付出更大 在说文肉部当中 说胃 骨腹也从肉向形 也就是说 它上面是个甜 代表的是一个容器装满了食物 下面的月 表示则是个器官 基本上 咱们摄入的大部分食物的分解 一部分营养成分的吸收 都要归功于胃 胃胀 胃痛 反胃 也是我们经常会挂在嘴边的各种症状 贪杯的各位喝多了以后 最倒霉的 也莫归于胃里的 翻江倒海 尽管你知道 胃有这么多功能 但还真别觉得 您就懂了胃 我今儿就给大家来推荐一本书 叫做胃 你好吗 这是个写音梗 这个作者是我的一个好朋友 也是一个著名的消化科医生 田彦涛教授 如果你看了田教授的这本作品 会觉得 原来我们对胃 还真的可以称得上是 最熟悉的陌生人 我一直讲中国 其实在教育当中 尤其我觉得在高中以后 是要加强关于像 生理学 心理学 医学 包括金组学相关的知识 那这样的一个好的科普书呢 就可以很好地来弥补 我们可能不是学医的人 应该怎么去正确地去认知 跟胃相关的 甚至包括一些消化系统的 对应的科学常识 胃呢是田字头 所以田教授说胃 肯定靠谱 推荐我们的朋友们 不妨找一本来看看 你像这里面说的 你怎么养胃啊 这个胃镜应该怎么做呀 哪一些是容易导致胃病的高位因素啊 还有应该如何去呵护胃啊 这个里面呢 其实田教授是用了非常专业的知识 但是通俗的语言 来帮助大家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诠释 那么最新一项来自美国纽约大学 格罗斯曼医学院的这样的研究 还真的去清除这个细胞 神经细胞外面的这种 β样的淀粉蛋白 可是清除完之后发现呢 蛋白是清除完了 这个细胞早就已经死亡了 那这是不是就颠覆了 未来的一种治疗的方向 是不是意味着 这种β样淀粉蛋白 很可能并不是导致 阿尔茨海默症的最终的元凶呢 天翻也谈 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 各位好我是向飞 为您请到的是华大集团的CEO 尹叶老师 尹叶老师好 哎 下面一头也好啊 今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阿尔茨海默症啊 阿尔茨海默症呢 俗称叫做老年痴呆 有一点不太尊重的一种说法 它大概呢 是发生在65岁以上老人的一种 神经系统退行性的疾病 那么这个发病原因 到底是什么 其实并没有定论 但是科学家们观察到的一种现象 就是在阿尔茨海默症病人的 这个大脑内呢 有一种β淀粉样的蛋白 并且这个蛋白呢 能够包裹住这个神经系统啊 就是说那是不是这个蛋白被清除了 阿尔茨海默症就能够被治好了呢 那么最近一项来自美国纽约大学 格罗斯曼医学院的这样的研究 还真的去清除这个细胞 神经细胞外面的这种β样淀粉蛋白 可是清除完之后发现呢 蛋白是清除完了 这个细胞早就已经死亡了 那这是不是就颠覆了未来的一种治疗的方向 是不是意味着这种β样淀粉蛋白 很可能并不是导致阿尔茨海默症的最终的元凶呢 对 因为这个校园同学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把这个ET拿出来 所以我们经常就会讲关于神经退行的这个主要ADPD 最近其实中国也有一个相关的专家共识 这里面也明确写出了今天关于这个阿尔茨海默 其实还是一个大部分都是假说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确定的它的疾病的一个诚意 大家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假说 套蛋白啊 这个β淀粉样的这个蛋白成疾啊 包括有这种软病毒蛋白的这样的问题啊等等 归根结底也就是说 今天为什么说肿瘤相对好控制的 因为肿瘤就是基因病 大家看得很明白 但是关于神经退行 我们如果说写一个人字的话 那个p写的对不对 我们现在还都不知道 甚至第一笔是不是p 我们也搞不清楚 所以刚才呢 向飞描述的这个 其实就是要去颠覆一个 对这个假说的一个颠覆 到底是先有这个细胞外面这一层的 比如说这个外淀粉样的斑块形成了 然后这个神经细胞给护死了 还是这个神经细胞早就死了 然后才出现了外面这个淀粉样的斑块出现 也就是说肌壳蛋大壳肌 如果这个顺序要是搞反的话 那我们可能以前 你认为那条路径去开发药物 它永远也做不成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因为我们看到了 在过去这几年 关于AD当中啊 这个Bt蛋白的这个药物治疗 在早期的二兹海默上 其实应该说是连番失利 也就是说科学家也会在琢磨 我们是不是治太晚了呀 如果在这种Bt的淀粉样蛋白 大量沉积以前就能把它干掉 结局会不会不一样 当然我们再往上问 这个靶点对不对 它到底在整个二兹海默的成因当中 这个Bt样的淀粉蛋白 到底是在哪一个层级 所以这一篇自然的神经科学呢 应该说算是给出了一个 我们原来没有考虑过的一个答案 首先呢 第一个就是发现在二兹海默当中的 一个自视障碍 不是这个Bt样淀粉蛋白的下游事件 而是上游事件 也就是说 你首先自己的这种清除垃圾的功能 不行了 才会有这样的Bt淀粉样蛋白的一个成绩 那第二个呢 主流观点认为 这个Bt样淀粉蛋白的成绩 主要是在我们的神经元细胞以外 但这次发现 疾病早期 它的这个Bt样的淀粉蛋白 主要是在神经元的细胞内 不是在包外 第三点呢 是首次观测到了 在这个自视应激压力下的神经元 会出现一种非常漂亮的 它这里用了一个 我们执意过来 有毒的花 它很好看 但是却有毒 最终在大脑当中 观测到的这些淀粉样的 这种成绩的老年般 实际上是这些像毒花一样的 神经元死亡后的 它们的遗体 那么基于这三点的结论呢 实际上 它们给出了一个 也算是这一刻的一个新的假说 也就是说 二字海默之所以会发生 是源于这些神经细胞的 自视容均媒体功能的一个障碍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它的这种酸化 出现了这个障碍 这个就是一个 大家不太能听得懂的词啊 什么是自视容媒体 什么是这个自视容媒体的障碍 这个说的是什么呢 简单的讲 其实我们每一个 细胞的吸引代谢当中啊 就像我们当家过日子 你也得去扔垃圾 那如果这个垃圾的 运输车垃圾的 这种处理场 发生了一些问题 或者说 没有地方可以去排污了 你就麻烦了 自视容媒体 是由这个自视泡和容媒体 融合而成的 这样的一个 复合的这样的 我们理解成是一个细胞器吧 那么如果是容媒体 就是我们那个垃圾处理厂 那这个自视泡 就等于说 我们这个垃圾车呀 它俩合在一起 就是我们的 整个的一个垃圾系统 细胞内 不是说细胞死了啊 但是细胞内的蛋白呀 核酸呢 或者细胞器 它总有一个新人代谢 这些东西 需要通过像自视泡 再运到容媒体内 进行分解消化 要注意啊 这个容媒体内的 这些 执行消化功能的 我们叫水解酶吧 它要在酸性条件下 才能够发挥作用 就类似我们的胃一样 它是要有胃酸来配合的 而这种酸性环境 其实如果发生了障碍 应该说 大量的这种垃圾的 这些产物 就会把你这个容媒体堵上 慢慢的这个垃圾厂 就报废了 这其中就包括了 我们讲到的 非常重要的 这个beta 电粉一样的蛋白 包括它的前提蛋白 就是原来我们理解当中的 就是说 这个beta一样 电粉蛋白是垃圾 怎么把我们家门 给挡上了 后来发现是 你们小区的这个垃圾 运输转运车坏了 不能把垃圾运走 挡住的 就因果关系完全倒置了 对吧 可以这么理解 也就是说 垃圾车可能也运的不行了 更重要是垃圾的 处理场不行了 最后容媒体 装不了这么多垃圾 就破了 那破了以后 它容媒体的 刚才讲到了 它有很多依赖于 酸性的水解酶 就会释放到 这些神经元的细胞质当中 它就开始把这些细胞 给从内部瓦解掉了 然后这个包内垃圾 我们理解成 也就倾泻了 整个在组织当中 就开始拟散 最后你看到的 就是在细胞外 形成了电粉样的蛋白 也就是说 细胞先死了 然后它细胞外面的 电粉样斑块 才逐渐的去形成 甚至说 你看到的这些 电粉样的蛋白 是一个 这些已经死亡的神经细胞 混合着 这些没处理的垃圾 它俩合在一起的 这么一种的一个遗物 研究人员要如何 证明他们这个结论 他们需要怎么去 设计这个实验呢 那又要借助于小鼠了 还是通过小鼠 来进行一系列的实验 具体来讲呢 他们确实用了 这个不同的荧光去染色 比如说 我刚才说的那个 那个垃圾车 我们说它那个自尸炮 它是用了一个 红光加绿光 我说的都是荧光 把这个东西给标记了 这个时候 因为红光和绿光 它俩融合在一起了 发出的光啊 它的这个波长 就比较接近于 黄色的一个荧光 然后如果这个垃圾车 运到了垃圾场里 就是自尸体和融媒体 结合以后 因为融媒体内 刚才说过了 它是酸性的 在酸性的条件下 黄色荧光 相当于类似于 酸碱指示剂啊 逐渐又变成了 红色荧光 再加上融媒体呢 它自己会带上 这个蓝色荧光的标志 所以最后 这个红加蓝 形成的自尸融媒体 就变成了一个紫色荧光 如果能发出紫色荧光 就证明 这就是这个垃圾工厂 我们叫这个酸化功能 正常的一个自尸融媒体 所以如果你发生了障碍 比如说黄色荧光 不变红 因为它的酸性环境不行了 那么这个时候 黄再加上 它原来的这个蓝色荧光 标记以后 它两个最后形成的 这种荧光颜色 是白色的 所以白色的 就是这个垃圾厂 不行的的自尸融媒体 听明白了吧 紫的就正常 白的就不正常 其实是非常巧妙的 这种设计 用荧光染色的标记 来看它里边的这些 化学功能 是否能够实现 就类似我们的酸碱指示剂 再加上一些 这个荧光波长的 互相的一个融合 是这样子 但是你是在老鼠身上 做实验 你又要针对一种 特殊的疾病 是不是意味着 我必须得培养出 具备二次海默症的老鼠 我才这个实验 才能够顺利的进行下去 这种老鼠怎么来培养出来 它实际上 这个并不难 因为至少 对于这种早老性痴呆的老鼠 包括猪 其实已经做出来很多年了 十多年前 二十年前 像华大也做过 类似的一些 对应的一些研究 我们先说 就是这种模式的 二次海默症的小鼠上 他们发现五个月以后 出生 大脑 90%的自身容媒体 就已经有酸化障碍了 简单来讲 就不是这种紫光 而是白光了 它比正常出现 这种脑部淀粉的 斑块的时间 一般要十到十二个月 要早了五个月 因为这种小鼠的寿命 一般也就是很短的 就是小几年的时间 那如果 在更早发行的 这种二次海默模型的小鼠上 这个时间还会更早 比如说有一种 叫5XFAD的 这样的小鼠两个月 它就能出现 这样的一些 酸化障碍的 自身容媒体的 这一个状况 刚才其实介绍 这种二次海默症 这种淀粉样的蛋白 去解析它的过程当中 观测到了一种 被直接翻译过来 叫毒花 这个毒花是什么呢 是属于是 电子显微镜下 可以观测到的一种花吗 对 就是刚才说了 出了问题的那些 发白光的 报废的这种垃圾厂 和垃圾车 所谓的这些 自身容媒体 它就像一个花瓣一样 它会在这个 细胞核的周围 相互融合 最后你在这个 下面静下去观察 看起来就像一朵花 这个花虽然好看 但本身来讲 它是有毒的 我们讲 它已经丧失了功能 所以这些科研人员 把它叫成 毒花神经元 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它中心的 这个细胞活性 已经没有了 就是一个残骸了 因为你毒花 越来越大 这个板块面积 也就越来越大 我们就能观测到 这种病理上的现象 那么假如我们这篇 研究的这个假说 是成立的 并且是能够和我们 真实的治疗 结合起来的 是不是意味着 我们的治疗方法 都彻底的颠覆了 以后的治疗手段 可能都要改变一个思路了 如果这个假说是对的 那关键我们就明白了 要修理好垃圾处理厂 让垃圾处理厂的 酸化环境 一定要恢复出来 希望这次 我们真的是走到了 一个真相 或者是正确的道路上 30多年了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 几乎没有好办法 因为这么多年的研究 我们时不时会翻出一篇来看 很多研究 可能就推翻了 前面的研究的结论 很多研究又有一些 新的一些拓展 我们也希望科学家们 共同的努力 在我有生之年 在我发病之前 能够给出科学的 治疗的解决的方案 感谢各位朋友们的关注 下期节目时间 我们再会 大家好 我是爷爷 最近我的小伙伴们 都纷纷的扬过扬咖了 大家也都回来了 尹哥这个办公室 就很有意思 大家都在咳嗽 像极了 在几年前 QQ大家极力上线 这样的声音 当然这个时候 我们还不能掉以轻心 我一直的观点就是 能不扬就不扬 能挽扬就挽扬 扬过之后 也不要着急去做 高负荷的运动 特别是 比如说抗原转因了 但是很多人的症状 却还在持续 那如果这个症状 持续了四周以上 就被称为常新冠 它属于新冠后遗症 英文叫PSS 当然了 这个后遗症 有轻有重 但整体讲 或多或少 有点后遗症的人群比例 可不算低 香港中文大学的 黄秀娟团队 在2020年1月份 当时就发了一个文章 高达76%的新冠患者 在转移的六个月之内 会出现一个 常新冠的症状 也就是说 大家状态还不能完全恢复 那这里面症状呢 包括了 比如说疲倦 有31% 感觉到记忆力变差了 占比28% 脱发占比21% 焦虑占比21% 睡眠障碍占比21% 8月份呢 这个团队 又对155名 新冠肺炎的患者 随访了14个月 发现这个人群当中 有新冠肺炎后遗症的比例 高达78.7% 那当然主要还是疲劳 记忆问题和睡眠困难 这个呢 就比较接近 我们今天说的 亚健康状态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 这种常新冠的现象呢 其中的一个原因 就是和患者 持续性的 肠当菌群的失调有关 与健康的恢复人群对比呢 常新冠患者 在3个月的时候 发现他肠当细菌的多样性 和风度都降低 特别是 有益菌的风度降低 和机会治病菌的风度升高 在6个月的随访当中呢 与健康对照组相比 常新冠患者的 双旗杆菌和 刘备穷菌的相对风度 仍然显著减少 这个双旗杆菌 我们说过很多次了 这是我们常说的 一个益生菌 在这个大列里面的 长双旗杆菌 可能和常新冠发展 有着明显的负相关 在恢复期呢 如果这个菌的含量高 实际上它是有一个 潜在的保护作用 所以呢 在阳过之后 有了后遗症 大家呢 首先不要担心 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 还是努力的在各方面 比如说充分的睡眠 适度的恢复运动 调节好心情 也包括要把军群调节平衡 适当的去补充双旗杆菌 或许这会让您尽快 进入到一个健康的状态 我们第一件事情 叫先立其器 工具先做主 先做工具 这五十年来 我们几乎所有的大的产业 都来自于工程 大的工程来自于大的技术 大的技术是来自于大的工具 先做工具 今天已经几乎没有哪个天才的科学家 就简单的凭想 就能做到一些事情了 它都是工具带来的 因为你就想不了了 你只能算 根据结论你来推 从这个意义上讲呢 我们一直说啊 如果一个实验室 它不能造自己的硬件 它最多是一流 它不可能是顶尖 对吗 因为你能买到的东西 一定不是最好的 对不对 只有你自己造的才是最顶尖 所以为什么像 我讲 怎么去判断 一个实验室 一个科研机构 一个科创型企业 具备这种当行业笼统的能力 就是看它硬件是不是自己 农业公司就看 总的是不是自己 那也是它的遗产 像我们就必须看 现在大家都说IT上 光刻起产搞不定 但是BT上测序仪找得定 这个东西自己能做到 你才能控制成本 你才可能成为高效率公司 你才能在别人同样的预算下 做出别人十倍的工作量 这个就叫先例其气 当我先例其气这个平台做好了 我往人身上做 我们就是疾病 就是健康 就是公共卫生 往农业身上做 往微生物身上做 就是生物环保 生物医药 生物材料 生物制造 生物农业 它们都可以变成数据 那就是生物信息 所以整体来讲 这第二层 我们就会做万物生长 生老病死 就是在先例其气的基础上 我们派生出来了 一个是人类的方向 一个是非人类的方向 那这就是这些行业 你看到华达为什么做这么多 它底层是一样的呀 底层是一样的 那么同时 在这种数据量积累大了以后 我们就会探索很多根本性的科研问题 比如说生命起源 你做万物生长做了 一定会去研究起源的 你做人类的基本研究研究 一定会做脑科学 那就是意识权 这是我们当时董事长 汪剑定出来的 叫五个超级工程 就是我重复一遍 先离其弃 万物生长 生老病死 所以这个听起来是八个字 我给你猜解一下 基因 1909年 单半人提出来 翻译的 极美啊 基本的因素 英文叫GIN 中文叫基因 科学 技术 所以 我既要做科学上研发 又要做技术上的平台 造福是我的始动 不是挣钱 是造福 让所有的人 用得起用得上 这个过程中 当然立不开市场行为 但不能唯一市场行为 应有更多的社会责任 应该有更多的公共卫生行为 最后我的目标 是全人类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可乐都可以迈到全世界去 基因科技为什么不能造福全人类 这是个简单的道理 大家订阅 往这儿有个段子 新的时候 吃点好的 没有什么事是一顿解决不了的 如咱就再一顿 这个还不是空穴来风 很饮食能够赢人的情 比如吃甜食 就让心情变得愉悦 甚至一部分研究认为 长期的饮食习惯 改变性格 欧洲也会讲 人如其 国家的命运取决于 他们的饮食系流法 情感的空缺 我想您跟尹哥也都会做 尹哥来自于美 也喜欢吃烧烤 最近尹哥也喜欢吃黄桃罐头 这些都是尹哥 小时候妈妈的厨艺 包括肠道菌群的鸡 焦虑的人 可能更喜欢吃松软的甜品 精神紧张的时候 大家一般喜欢吃爽脆的食物 咀嚼啊 他还有一个所谓的牙感和舍感 那这些感受和声音 其实都可以去帮助我们 缓解紧张 如果孤独的人呢 有的时候就容易给自己来一顿大餐 要饱腹感 喜欢吃热热乎乎的大块食物 但尹哥小说 这些虽然一时爽 最终你内心的空虚 还是难以填补的 情绪化的饮食 容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 比如说超重和肥胖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 人如其次的概念隐身一下 通过调节饮食结构 来改变情绪呢 我曾经多次刻不过 如果您长期处于负面的情绪 甚至能够影响我们的基因表达 包括积累有害的突变 在一些实验上 这种有害的突变 甚至可以向下一代传递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外部环境 能让我们产生负面情绪 吃错东西 比如说长期吃高糖高脂肪的食物 不仅仅让我们的肚子可能不舒服 长此以往 您可能会依赖 也会不快乐 今儿呢 我想说一说 吃住好心情好 睡眠 提升情绪抵抗力的方法 我每天吃的东西呢 一定程度上都决定了 肠脏菌体的结构和功能 日积月累 脑肠轴的功能 会有明显的影响 所以这就是说 不同的食物 会引发不同的菌体代谢状态 进入引发我们大脑的反馈 首先咱们聊聊减压 减压必须要肠脏减负 这个时候要吃的 就是要富含膳食纤维 和发酵食品的 这一类的我们叫精神一生饮食 可以帮助大家显著降低压力 而近期呢 一项发表在 分子精神病学的研究发现 如果连续四周 摄入精神一生饮食 采用者的压力水平 会降低32% 对饮食依从性越高 压力降低越危险 通过分析 对照组和干预组 四周前后的血尿变 包括还有几十种代谢物 都发现了变化 研究人员认为呢 微生物的代谢物啊 很可能是促成 脑肠轴沟通的一条潜在路径 比如说 在尿液当中 他们发现 四氨酸代谢物出现了变化 四氨酸是什么呢 它恰恰是 在脑肠轴相互通信当中的 一个重要的生活性性质 跟多项的大脑疾病相关 也就是说 食物道菌群 通过脑肠轴 影响大脑 这个证据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清晰的 那什么样的食谱 才有效果呢 这个研究 有一个参考的食谱啊 每天要吃一斤的蔬菜水果 半斤穀物 两到三杯的发酵食品 而且每周还要吃 三百到四百克的熟豆磊 通过对比 我们居民膳食宝塔 也不难看出哈 这个饮食 还是相对对脑肠轴很友好的 膳食纤维购 食物多样化 包括它还有豆磊 从数据来看呢 干预组 每天的膳食纤维的受量 平均是29克 而咱们国家的膳食指南 也建议成年人每天摄入25到30克 这个也属于比较合理 比较高的收入量 健康的食物 如果您吃的习惯了 自然就会对高热量食物 开始有抵触了 所以这四周之内呢 这个群体就没有这些大反派 来破坏肠脏菌群了 所以就是一身饮食呢 这些干预组 感到压力减小 睡眠也变好了 腹痛腹胀的情况 也开始明显减少 包括他们的排便情况 也有好转 当然这个研究还是有局限性的 就是人还比较少 时间还比较短 也没有对肠道菌群的变化进行检测 我们期待未来类似的研究 还会有更大规模 更加详细的数据 不过这个文章 还是给我们带来一个 比较简单就可以调节的饮食方法 希望大家能够一起 从爱吃的食物当中 调节饮食结构 找到这些精神 一生饮食的好的配方 使自己的身心更加轻硬 高等的动物 特别是它产生了中属神经系统 又高度发达了以后 我们至少认为 不是只有人类会做梦 当然因为只有人类会描述 所以我们才认为人类会做梦 一天有24个小时 人类要花8个小时去睡觉 就证明这不是无效的 我们的身体不会那么笨 生命不会这么笨 它这种演化的机制 其实就是让大家能够在做梦当中 去完成很多我们在清醒时候 做不了的事情 比如说洗脑 好好睡觉 其实能洗脑 因为我们大脑是悬浮在 我们的这个颅骨内的 脑脊液 睡得好的时候它会被洗 第二个呢 人天然的本质是旺 如果人天然的本质是记下来 就完蛋了 但是做梦是会帮你去强化 很多的记忆连接的 所以我一般会提前 睡前要背东西 然后你睡觉的时候 他会帮你背 要背东西 还有一个呢 我们有一个很有趣的时刻 叫爱迪生时刻 我一般睡觉的时候 特别是出差的时候 还不敢说 在家里睡觉的时候 我的床头是有笔和纸的 跟你差不多 就是在半睡半醒的时候 好多问题会想通 突然想一句 我想有一个很好的一个idea 这个例子和那个东西可以结合 立马接来 否则第二天就忘了 所以归根结底是在于 鼓励大家规律睡眠 有效的随便 至于做不做梦 那更多的是各地差异 只要不影响您自己的精神状态 就没事了 大家好 我是尹业 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 如果一家人同时感染上新冠 但是症状却不同 包括感染了以后 严重程度恢复时间 可能都不相同 没错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他的个性化免疫力 是不一样的 但除了自己的免疫力 有没有自己的友军 也发挥作用呢 是的 跟我们一起奋战的 特别是我们的军群 肠道军群 也在起作用 在2022年的10月份 香港中文大学的黄秀坚团队 在自然宗宿 肠胃病学和肝臟病学上 发表了一篇观点情宗宿当中 主要是分析了当时 最新的全球新冠患者的 肠道军群的数据 发现这些被新冠感染的人群 肠道军群的多样性下降 进而他们短练脂防酸的产生菌 这些风度也降低 也就是说亿生菌比例降低了 而这些有害菌 比如说肠肠肌科的 等条件致病菌 他们的风度升高 好菌减少 坏菌增多 肠道菌群就失调了 如果坏菌增加 逐渐的发生了疑胃 那么这些菌就会被免疫细胞识变 加剧全身的严正反应 使我们更容易产生激发感染 包括容易患上急性呼吸 脊弱中科症 包括让器官的负担进一步的加剧 这种生态失调 还可以通过肠肺周 对肺当中的免疫细胞 产生负面的影响 从而增加呼吸道 感染的病程和严重程度 我们也可以这样简单理解 原本咱们的免疫系统 没有遇到过 这么狡猾的新型冠状病毒 已经都忙到脚打红脑勺 顾不过来了 而这个时候 如果你的菌权还不给力 那么我们这些免疫系统 就是南上加南分兵发术 雪上加霜的是 本来可以跟你一起奋战的 这些好军 我们说益生军 比如说双膝盖军 在这个时候数量反而变少 甚至完全找不到踪迹了 那这样的一个双重打击 坏军作恶 好军逃跑 就会使得我们的免疫防护 非常容易被病毒去攻破 所以从这个点上来看 尝到军群的风度 特别是有异军的比例 如果能保持一定的疾病以上 那么它就会对于 不管是我们感染新冠的抵抗力 或者是感染后的这种恢复 都会起到正向的作用 所以希望大家做好防护 好好睡眠 调节心情 也不要忘记 调节好自己的军群 让我们自身的免疫力 和我们的友军 传到军群 能够并肩工作 当然 尹哥一直也强调 能不扬就不扬 能晚扬就晚扬 能少扬一次 就少一次 哪怕是感冒 也没有那么多人愿意得 您说是不是这个理 哎 怎么又说尹老师喝了 我没喝呀 经常有粉丝朋友 在尹哥直播的时候 问尹哥是不是喝酒了 怎么脸这么红 其实尹哥没喝酒 便看起来有点红 是因为团队的小伙伴 为了弥补尹哥的眼睛 光线打得太强太艳了 不幸请看尹哥的倒背如流环景 随便就说两句 如果大家真的想读一篇古文 就能够去了解到 我们中医的精华 我推荐的就是 孙思淼的大一精诚 是他千金方里面的第二章 凡大一致病 必他安身定制 无欲无求 先发大肆测饮至今 誓愿普救 寒令之苦 若有几个来求救者 不得问其贵贴负责 言辞 怨亲善有怀疑 致 普通一等 皆作至亲之想 亦不可 瞻间过后 自律即休 互悉生命 剑壁库呢 若极有之 身心气壮 务必显心 周围还属记得疲劳 一心复旧 无作功夫行计之今 如此可谓苍生大一 凡此则为寒灵巨贼 我只是背了其中的一段 其实这是一大段 这几大段都值得好好去读 雷雷 我借一点时间 因为下面好几个人问我 说你喝了吗 我为了证明没喝 我也在雷雷面前 来转一下 我没喝 那么 咱们就说个江南七怪吧 我曾经跟在九州上斗一个人 我说江南七怪 其实有八个人 因为飞天蝙蝠 柯正恶的哥哥叫 飞天神龙柯正邪 然后才有妙手 书生朱葱 马王神韩宝居 南山桥的南西人 孝弥陀佛张阿生 闹事侠隐 全金发 玉女剑 韩晓宁 金庸先生 每逢七个的时候 就会被女性带出来 他对女性是有尊重的 同样的 比如全真七子 丹阳子马玉 禅真子禅朱端 长生子刘处权 长春子秋处姬 玉阳子王处一 太古子好大通 清静散人 孙不二 正史上 他是马玉的夫人 来证明我没喝酒 谢谢 谢谢给我时间 现在相信 尹哥脸红 不是因为喝酒了吧 你怎么看是你的事 那个不代表 你能影响到我的本我 第二是 我不乐观 我也不悲观 达观 脆弱的反义词 不是坚强 是反脆弱 坚强的反义词 不是脆弱 是不坚强 我为什么要坚强 我为什么要脆弱 我根本就无所谓 所以归根结底 要活在一个自洽的世界里 不然的话 天天跟 一群夸你的人 给你搞得飘飘欲轩 一群怼你的人 每天伤心欲绝 有意思吗 在生活当中 我都不知道你是老几 你在互联网上打几个字 我就觉得我好 或者我就觉得我差了 人要跟自己比 人要把我当家 大家好 我是尹叶 经常也会被别人问说 你记性的好奇还不错 有什么书能推荐吗 其实关于记录的书 还是不少 但是因为这几年 因为脑科学 或者说神经生学的发展很快 所以经常也有一些好的科普作品 这本叫做《被记忆改造的我们》 啥意思呢 其实它给出了一个 它对于记忆的理解 可以保持着一个不错的记忆力 它给出了很多的一些观点 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很著名的这种科普类的节目 叫做《最强大脑》主持人也是尹哥的好朋友 蒋上健老师 但德国一样有《最强大脑》 那这个作者呢 也就是曾经在德国电视台《最强大脑》节目当中经常获胜的这样一个对手 我们都得承认啊 人类之所以跟其他的物种不同 就因为我们有中枢神经系统 而且最发达 大脑是个好东西 但确实 人和人之间所存储的记忆 是千差万别的 那为什么不同人 所拥有的这种记忆能力 是迥异的呢 甚至为什么有的时候 这个记忆不靠谱 该记住的事 我们记不出来 甚至有的时候呢 给了我们很多假象 这个记忆的物质基础 到底是什么 以及它到底是怎么去运作的 后天锻炼到底能不能强化记忆 我想这个作者 他算是一种记忆异动员 具备这样的一个身份 来写的一个作品 他重点是 领我们去关注这个记忆的本身 他给了一些案例 来帮助我们去理解 这个记忆的生理机制 还有对一些现实生活的一些实际的反应 这里看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就是他强调了 大家别觉得 特别是不要老给自己一种心理暗示 我记忆力不好 你一定要给自己暗示 你记忆力很好 甚至伴随着这种年纪的增长 你的记忆力虽然会衰退 但他认为这种衰退是缓慢的 所以我想这本书呢 你会感受到大脑运行的复杂和奇妙 还能够客观地去明白 你有的时候记忆不着调 这也是我们演化当中 带来的一种幸福的烦恼 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任何人自视为权威都是危险 我说的是自视为权威 自视为权威 第二个问题 其他人认为我是权威 也有很多人认为我在胡扯 其实归根结底是在于 你是不是出于技术向善的本性 在传播知识 实际说我为什么反权威 是因为科学就是要否定 我讲的不是所有领域 我说的是科学领域 科学领域的每一次进步 都是因为我推翻了过去 不推翻过去就没法进步 是这样的吧 加利略推翻了亚里士多德 牛顿是被爱因斯坦证明了你只是低速物体 爱因斯坦又被波尔的量子力学再一次所补充和颠覆 大家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逐渐的把自己创造成了下一个巨人 这个过程中 我对我先贤的态度 他的精神 他的魂 我永远都要去学习 所谓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然我爱我师 我更爱真理 如果我知道这件事情是真理 我就要把它以我认为合适的方式 拿出去让大家去评价 去评议 退一万步来讲 今天我讲的知识 都是在这一刻 基本上是 我们说这个科学共同体 主流认可 或者说我个人 也能够获得了我基本的价值观 和低性原理的 但是我不希望让孩子们 会有一个权威会怎么样 我激发你们学习生命科学的兴趣 我就足够了 也不知道大家都接种了几针疫苗 第四针疫苗 最近有非常多的人来问颖哥 这一刻呀 能选择的疫苗 其实也越来越多了 大家好 我是尹燕 但是不是接种了疫苗 就能获得相应的保护呢 这个我们还得再多说几句 我们看到了香港大学 和香港中文大学 两所高校 联合开展的一些研究 在纳入年龄 从18岁到67岁的138名志愿者 接种疫苗前 和接种两剂疫苗以后 他们都取了血液和分辨的样本 来评估什么呢 一个当然是肠达菌群 还有一个就是看 他们注射疫苗后的抗体水平 这个研究的结果还是蛮有趣的 研究结果显示 超过一半接种了某灭火疫苗的群体 未能达到预期的抗体水平 而接种了某种RMRA疫苗的用户 也有类似的发现 这就好比要打仗了 你才发现你带上去的约火 只有一半 自己还不知道 敌方入侵的时候 你的防御率不足 那么就很容易败下阵来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差异呢 研究员进一步的去研究 发现抗体水平 没有达到预期的用户 他们的肠道内 缺乏着一种叫做 青春双起杆菌的 这样的一个益生菌 那么这个青春双起杆菌 其实就是肠道内的一种益生菌 出生以后 就存在于人体的肠道内 当然它也很容易受到 多种因素的影响 你看名字叫青春 所以年龄有影响 饮食压力使用抗中素 都可能会影响 造成它下降 香港中文大学 之前也完成过 一项对香港市民的研究 发现85%的市民 肠道内是缺乏 甚至没有青春双起杆菌 这次研究发现了 青春双起杆菌 影响了疫苗的有效性 当然这可能是一个关联关系 它不是全部的因素 但应该是因素之一 也给我们自己提一个醒 并不是说打个疫苗就完事 还是打之前 如果自己能做的 比如说不要喝酒 好好睡觉 把自己的内环境调理好 把菌群调整好 给到疫苗 发挥作用足够的 这样一个条件 所谓土地备好了 拧着下种子 这个才是事半公平的效果 如果打了几针 效果了了 我们有的时候 可能真的是要去看一看 是不是自己的身体 没有针对性的去准备好 所以下一集疫苗 排上日程以前 不妨先把菌群调节 也排上日程吧 来自于解放菌精神医学科学院的 袁宗强 潘瑞圆团队 在自然衰老上 发了一个最新的研究 是一种名叫 间歇饮食的饮食限制方式 那么他们这些小鼠 是一个疾病模型的小鼠 也就是二次海默病的模型小鼠 那一部分间歇饮食 一部分自由进食 三个月以后发现 少吃的这部分小鼠 学习记忆认知能力都显著增强了 大家好我是爷爷 今天我们又要聊 向飞同学最关心的二次海默 所谓岁月不老人先老 多少苦啼在夜中 生而为人 我们终究也会迎来 肉眼可见的衰老 但有一部分人 他在衰老的过程中 其实会逐渐忘掉 过去的点点滴滴 忘掉身边的人 甚至忘掉自己是谁 这个在学末环游记里说过 当这个世界上 再也没有人能记得住你了 包括你自己都记不住你了 那这个真的就是 太可怜的一件事情 所以向飞同学一直都很关注 今儿趁他不在 我们继续聊一聊 二次海默病 也就是我们一般 常说的老年痴呆的相关的研究 我们之所以存在 除了肉体以外 我相信人类中就是神性的 意识是非常重要的 而二次海默 他最可怕的地方 就在于他像橡皮擦一样 能把你的各种各样的记忆 甚至意识逐渐的擦掉 这个事儿 科学家已经努力了几十年 应该说进展缓慢 但是我们看到的就是 等待和希望 永远是人类最美好的一种设想 永远是人类最美好的一种期盼 科学家并没有因此停止努力 上个月 也就是2022年的10月17号 来自于解放军精神医学科学院的 袁宗强潘瑞原团队在自然衰老上发了一个最新的研究 这个改善方法听起来比较简单 就是少吃饭 当然 这里说的少吃饭呢 是一种名叫 间歇饮食的饮食限制方式 大概就是一周七天当中 五天正常进食 另外两天少吃一些 这个理论 包括每天的八小时进食法 卡路里限制法 隐格在以前的多期节目当中 推荐的很多书籍当中都讲到了 研究人员选择了一批三个月大的 注意啊 还是小鼠 此处向实验动物默哀三秒钟 那么他们这些小鼠呢 是一个疾病模型的小鼠 也就是二次海默病的模型小鼠 那一部分间歇饮食 一部分自由进食 三个月以后发现 少吃的这部分小鼠 学习记忆 认知能力都显著增强了 听不听明白 少吃可能会让你变聪明哦 那么症状的改善和吃东西的方式相关 我们第一个反应 如大家经常听影歌的节目 这肯定是肠道菌群变了吧 对 研究人员就对小鼠的分辨 进行了基因测试 发现间断饮食以后 肠道微生物的组成被改变了 那么其中 这个后臂菌门的微生物更多了 而尼杆菌门的微生物减少了 做完这个实验呢 我们还只是看到的是一个 简单的关联关系 假如所有把这个菌群去掉 重新来会怎么样 于是呢 他们又折腾小鼠 为了7天的抗生素 基本上把肠道的微生物都干掉了 再让小鼠们间歇饮食 隔天再进行一次抗生素的处理 果然 这一次 间歇饮食几乎没啥效果了 什么意思呢 肠道菌群在其中起了重大的作用 的确有一些物质 实际上 它们能帮助小鼠 来完成这之间的一个功用 于是呢 再进一步的 把间歇饮食小鼠拿来做代谢组分析 发现肠道当中的氨基酸和有基酸的代谢物显著负极 而碳水却下降了 而在显著负极的氨基酸 也就是蛋白质的这样的基本组成成分呢 基氨酸和二甲基干氨酸 这两种物质在过去的研究 曾被认为 它们可以改善 有甲本诱导的认量下降 后续的研究 科学家也发现 这些二次海默模式的小鼠 大脑内 它们的氨基酸的含量 明显少于野生小鼠 这就进一步的证实了这个证据 限性饮食是通过肠道微生物起作用 进而通过宣导屏障 影响了血液和大脑 聊到这儿啊 很多小伙伴就问了 那这两个氨基酸是有用 我们还费什么劲呢 直接不就补充这两种氨基酸不就行了吗 是不是就能够提升自己的认知能力呢 我还是想说 聪明药其实是不存在的 通常不会这么减的 研究人员也这么想 到后来发现 直接注射并不能提升 野生消除的认知能力 而对于模式消除来说呢 可以显著的减少大脑皮层当中的 这些斑块的陈迹 这些我们都知道 都是二次海默主要的病理标识 归根结底呢 我们看到了 间歇饮食是一种触发肠道菌 和大脑交流的方式 通过补充基研酸和二甲基干酸 也是能达到同样的效果的 但是注射不行 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这就是尹哥经常讲 我们在用中药注射剂的时候 我们要想一想 我们这几千年的中药 可有哪一种中药 是直接注射到我们的血管当中吗 归根结底 我们的中药和我们的肠道菌群 再跟我们的所谓的体质 实际上是我们在过去 经过大量人群的模型 所推演出来的一种经验科学 说回来 我们在正常的生活当中 大家对付二字海梦的招就太多了 唱歌 打麻将 运动 吃药 或许都有点帮助 但是我们可能很少会想到 见些饮食就帮助 我想这个发现 无疑也给身受疾病折磨的患者和家人 特别是中早期的患者 带着一个希望 注意 此刻还是对小鼠上的实验 对人体有多大的作用 研究组还会进一步的去做深入的研究 尹哥想说 人体中间不是一个单一的个体 而是一个缤纷多彩的生态系统 我们身体有37万一个细胞 而我们身上的这些细菌 可能是这个量的3到10倍 它们与人体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不能因为当下辨识不清 就通牌否定它的作用 当然 今天是一个生命科学的科目 我想说生命如此美妙 我们却也知之甚少 水游虫的故事 大家知道吗 某马像的故事 知道吗 为什么要符合某马像呢 茄子为什么可以长到树上呢 水稻 为什么可以去多年生呢 这些奥秘 都写在了我们的基因里 比如说人类的基因 全部有多少 那这个数 各位孩子们可以把它记下来 30亿个减基 对 或者用大家的U盘来想 U盘一个U盘 比如说64G的U盘 那一个人的基因 就是三个基 这个数 我想问的问题呢 是 这是新冠病毒 大家都很烦对吧 但是不过好多人也都感染过了 我们都交过手了 其实我们的祖先 几万年前就交过手了 新冠病毒 只有三万个减基 没有对啊 它是一条链的 人类基因组是两条链的 所以它就要三万个减基 人类基因组是31个减基对 大山杆军 400万个减基对 大山杆军比新冠病毒就大很多了 水稻 4亿个减基对 到了人 人是多少来着 30亿个减基对 对 你要知道 我们的底层 都是不同的书 只不过有的书就20个字 有的书可能有几亿个字 大概就是这个区别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 你就会知道 我们万事万物 都是通过基因 去同病相连着 好 那么 这是一只狗 狗是多少个减基对 也是31 包呢 还是31 这是什么 小麦 160一个减基对 所以以后大家吃馒头的时候 要记住了 它的成分是面粉 面粉来自于小麦 小麦的基因组 比人要多5倍还多 说小麦就是最大的了吗 看看这个 有认识的吗 这是什么 哎 对 墨西哥盾口园 是一种荣源 你看我们的孩子们 生命科学 掌握的多么全面 100 300亿个减基对 差不多是人类的10倍 所以它有非常强的 在射能力 这就是万事万物背后啊 以后都会有一个 基因组的一个概念 就相当于你们被元素 周期表一样 看到一个东西 就要知道它的质子数 中子数是多少 那么同样的 对于我们的生命来讲 大家都问一句 它的基因是多大 它的基因组是多少 大概是这个意思 再说一说 大家知道 苍蝇和人的 金香速度是多少 39 很聪明 来 草呢 17% 谁说80%了 那不成植物人了吗 鱼呢 对 老鼠呢 猴子 星星 黑星星98 星星96啊 我们之间的差别 大概差千分之五 这就是说 我们跟这些生命啊 差不多 我不能说生命是 在地球上产生的 但自从产生了 演化到今天 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的重要的基因的 相似度 就这个样子 大家先看啊 新冠病毒和人类 最大的细胞 未成熟的卵子啊 他们的体积 差多少倍 多少倍 两个球 体积差多少倍 新冠病毒是100个纳米的直径 未成熟的人类的卵子 是100个微米的直径 所以他们的直径 差了1000倍 球体在立方 所以他们的体积 差了多少 听到了吗 一个新冠病毒 站在你的一个细胞面前 就等于我们一个人 站在梧桐山面前 有这么大的一个差别 所以都是微生物 都是看不见 但是他们之间的差别 也是很大 很大 很大的 再往下看 我们刚才说 人有多少个 减击一对来着 里面有多少是病毒 插入的呀 不低于8% 就是一个人 31个减一对当中 至少有2.4亿个减一对 是来自于病毒的 病毒来到地球上 30多亿年了 人缘相依别 700万年 人类统治地球 能源社会开始算 1万年 病毒是我们的祖先的 所以那个意义上讲呢 我们的基因里 有大量的是病毒 这些基因 大部分病毒 跟你没什么关系 或者说对你有益 一小部分病毒会闹腰 就变成今天的新冠 归根结底 了解的越多 害怕的就越少 大家每天都会上厕所吧 都会大便吧 大便给我一点点 那个里面就有 11万种 弑菌体病毒啊 你们的肚子里面 至少有 11万种病毒 朋友们 这就是我们的人类 我们从来不是一个人 我是一个人 带着一身的细菌 一身的病毒 一身的真菌 可能还有寄生虫 然而我这就是一个生命 它是一个生态 不要觉得自己多干净 谁也不干净 换言之 这就是一个和谐的生态 才使得我们看起来 如此的整洁和美好 接着看 这是什么 对 很聪明 你才有四岁吧 多认识 这是什么 白面粗北园 这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对了 爱爱 这个是什么 哎 很厉害 金氏绒猴 这个呢 很准确啊 你们又喊住沸沸 非常好 这些都是猴子 后来发现你们都不怎么认识 几百种猴子啊 有新大陆的 有旧大陆的 这就是生命很美妙 我们却知之甚少 再接着看 这是什么 对 这是什么 星比燕鼠 叫星燕 这是什么 又像长久路 又像斑马的 叫什么 过家皮 都不知道吧 回去可以查一下 这个叫什么 海阔鱼 这个动物自己带叶绿素 靠阳光就能活 又是动物 又是植物 生命唯一不例外的 就是例外 这是什么 粉红球鱼 粉红仙女球鱼 这个呢 这水豚 深圳动物园的这个就有啊 最大的镊齿的动物 半米多大 像狗一样大的老鼠 就这个东西 这个呢 哎 很厉害 叶海龙 这是一种海马 是吧 这些动物 肯定大家都不认识吧 很多家长突然发现 也不认识吧 其实面对生命 我们的起点差不多 甚至你还不如小朋友 我都看到很多的家长 说看见这是什么 他说恐龙 妈妈说这是假龙 孩子说 这叫埃德蒙顿假龙 所以这就是说 对一个新的学科 就像打游戏一样 我们给孩子们 更多的这种事业 他们很快就会自己爱上 我想说 这么多生命 都跟我们共享了地球 我们不能觉得 都以人类为主 去思考这个问题 毕竟 我们只是自然的一部分 地球可以没有人类 人类全部都没有地球 所谓保护地球 其实是保护谁啊 人类自己 一定要记住 我们是为了保护自己 所以到底什么是 生命科学之美呢 如果今天 在有点阳光 或者到西洋西照的时候 我们知道 天地有大美而自不严 装子的支北游 这里面写得很清楚 这就是我们想要的 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的自然 他太美了 同样的 什么是生物对象性之美呢 万物各得其何以生 各得其养而成 这是寻子天论 也是今年COP15 其总书记引的一句话 这万事万物不用大家管 他们自然就有自然的道理 自然就有自然的道理 比如说很多的树说着火了 我们要去救火 不用管 没有人类以前 他也着火呀 人家怎么活起来的 好多物种能够萌发的条件 就是被火烧过 结果人类去折腾了一遍以后 那个树再也不长了 大家听懂了吗 曾经有一个自然保护 动物协会 每天看到有一批海龟 感觉到这些海龟搁浅了 他们把海龟送回去了 过两天海龟又上来了 他们又把海龟送回去了 送了五次以后 海龟终于怒了 说我是来生蛋的 你老包包海里扔什么扔啊 人类有的时候 老以自己的角度 去思考这些生命 这是错误的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去理解 企鹅会不会飞 在哪里飞 谢谢 空气和水都是一种戒指而已 企鹅是非常适合 在海里飞的一个生命 大家如果这么能去理解 你就会觉得 原来生命就是这个样子的 这是一种人还是六种人呢 世界之所以美丽 就是因为他没有放弃任何一种色彩 什么黑种人 白种人 黄种人 这其实是一个种族学的概念 人就一种 连亚种都没有 我们不能混血吗 说美国人 这里面哪个人 不可以是美国国籍的人呢 所以人类只有一种 不信大家看 这是一个猫妈妈生的 这可不可以啊 那为什么刚才的人就不可以呢 所以用肤色去定义人种 就像用毛色去定义家猫一样 可笑 这是对生命的不理解 我们需要要明白 我们下期待